HELLO 你好我是NOS 今天的話我們來繼續進行王朝模式 然後我們今天所要做球隊的話就是我們下路特黃蜂隊 那根據美國知名媒體沃神指出 最近Michael Jordan打算要把下路特黃蜂隊給直接賣掉了 自從2010年Michael Jordan買下了下路特三貓隊之後 後來在2014年改名叫下路特黃蜂隊 往後的這11年以來 黃蜂隊僅僅只有三次進入到肌肉賽 並且每次都在守人就被橫掃了 Michael Jordan顯然對這件事情非常不滿意 那也有不少人指引Michael Jordan在選人以及在做交易的時候 眼光非常的獨特 每次選每次爆炸的真的是沒什麼辦法 那現在呢被人稱交易鬼差的我呢 今天是要來幫助我們下路特黃蜂隊 看一下他們能不能夠重建起來 目前為止下路特黃蜂隊拿下22勝 排名在東區倒數第二名 那這個球隊要在三年裡面拿下總冠軍來說的話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我們先來瞭解一下整個球隊裡面 內部最重要需要做的事情 首先球隊裡面有好幾個人都還在走新秀合約 包含了Lamelobo Bookknight Kai Jones McWenster 以及T.J.Swall等等的球員 那明年優先需要清掉的球員的話 包含了Kelly Oubre 以及P.J.Hwan等 因為最主要是他在今年的季中是沒有交易掉的 所以我覺得他在明年應該直接進入到資料市場裡面 也不需要去管他了 那Terry Rozier這邊的話我們應該也會把他做比較一樣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直接摸到寂寞吧 那我們今年寂寞的話 Joyne Bean是拿最有價值球員 Paul Ben Carroll主要新秀 那跟Blockton主要是敵人 Joyne Bean最佳防守球員 Alfred Schoengun 最佳金木解雅 以及Mike Malone最佳教練 今年就沒有我們的事情啦 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今年總冠軍喔 喔勇士隊 逆風高飛嗎 喔唷 東區的話則是亞特蘭道老英隊 最後總冠軍的話是 唷唷唷唷沒有什麼辦法 最後還是亞特來到卵隊拿總冠軍 並且催要拿下F5MVP 今年哈斯倫 安森尼 Howard 這些全都選擇了退役 那今年黃龍隊選右群人的話是來個第八順位 我記得英文本應該是第五順位保護啊 不過反倒因為我們的選右群掉下去之後的話 不過反而因為選右群掉下去了 所以這邊我們拿好主權 那首先Golden Herald我們先把他交易掉 哇嗚 這邊再換成Clay Thompson 如果這裡我們以性價比而言的話 其實換這筆非常的賺 只是當然這個選右群的話可能就給你什麼二輪之類的 你不要的話加個Kell Bob Martin給你 怎麼樣 不要再跟我要選右群啦 我們選右群很珍貴啦 哎呀三個次輪就直接換過來 這波我們是不虧的 因為明年雖然Clay Thompson他會下降評分 但等一下我們可以把Clay Thompson做成交易包裹 去換成另外一些球員 我們先直接做這筆交易吧 好Clay Thompson交易過來之後 6641萬 看一下能夠換什麼 Laurie Markkner 哇 這真的是白給位耶 Window Card加上McKill Falls Clay Thompson跟Ben Simmons 我們球隊確實蠻需要像這樣的一個中風位 Keyron Paul Jr加第六順位 哎唷這個 換個全明星中風過來挺好 好我這邊2025年給你前十順位保護 這樣子我們就交易成立 這樣子你覺得怎麼樣 你再多給我個二輪籤 OK Telz跟Lamir Ball就可以組成一個非常可怕的組合啦 那今年優先看一下能不能有機會選到一些像是這個 Anthony Blake 那今年的話我們有機會可以要這個 Anthony Blake 或者是Anthony Blake 哇這兩個人絕對都是現在聯盟裡面非常欠缺的球員啦 那這邊以順位而言Anthony Blake首先先選下來 我覺得沒什麼大問題啊 剩下第57順位的話 Kelby Jones這個我選一下好了 這邊就當抽個籤啦 抽到我們就是賺的好不好 Anthony Blake這邊掉了這麼多順位喔 他掉第16順位耶 不過沒關係我們這邊的話就先把他們都給籤下來 然後球員選項的話我覺得都要回來好了 今年我們薪資空間尚且OK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嘗試一下要一下 Chris Depp's Porzingis 他基本上已經是今年自救世上的面 除了James Harden以外最大咖的那個球員了 所以我覺得要他還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一年3500萬 以及呢Garrett Trent我們也這邊報價一下 三年4500萬 Porzingis過來了 然後Garrett Trent有機會 只是我們這邊可能要把一些球員給放棄掉 我大概只缺400多萬而已啊 我看一下 400萬我應該放棄誰 Block Knight我覺得我不想放棄他 我覺得他有機會可以成長起來啊 那這邊就是Kai Jones啦 這邊跟狼王隊要一下這個Darren Sharp 這位開發不起來的中風味啊 然後再加個2027年的太陽隊選秀權 那差一點點 大概差70萬 那Soul就不好意思啦 請你離開 你不是會員請你離開 OK 這樣子的話我們這兩個人都給他簽下來了 只是我們比較可惜的是放棄掉這個Nick Richards 但沒關係啊 我們這組合應該還算尚且可以啊 接下來呢就是開始找中產啦 替補我們來個Sex Curry 或是Jermaine Green 這邊應該給Tedron一點機會好了 三個都在考慮你來個好不好 Jermaine Green來了之後 我是不是其他兩個就要不來了 哎呀 剩的都是什麼東西啊 這邊還是報價一下凱瑞烏布瑞啊 凱瑞烏布瑞也回來了 雖然人這邊都簽滿啦 但是我這邊來看一下 凱瑞烏布瑞打三號位 S&B打三號位 然後這兩個人的內線組合 我就當做有那麼一回事好不好 然後Mark Wallace這邊的話就是盡量打TIP啊 因為說認真的 他是一個藍頂球人 他沒有辦法就是成為這個先發大任 然後S&B這邊的話是直接來要77評分 那S&B這邊的話就單純湊人數而已啊 我覺得幾個都沒有啊好不好 那本賽季目前為止陣的話 看起來還算是有那麼一回事啦 只是有幾個人我先拉發展聯盟啦 首先當然是我們這個Kelby Jones 然後Darren Schaaf 這兩個人是一定要先拉下去的 然後由於我們控球會不會缺人啊 所以Milton這邊我們應該也會先把他直接 來要集中吧 現在我們來到集中 今年的話我們拿下二十戰勝三十二半 算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啦 我跟Lamel Ball是這個左腿疲療性骨折啊 那這邊還需要休息個幾天 那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Darren Schaaf 你是怎麼樣在發展聯盟裡面 你都可以直接給我受傷 你怎麼做到的 可是我實在是有點失望啊 但沒有關係 我覺得S&B的話我直接可以把它拉上先發了 Cayoubrae 你GET OUT 你不是會員請你離開 哇幹你是不是白給位欸 Lamel Ball可能想直接給我 那我就免為其男人接受啊 我覺得沒問題啊 不是啦那太白癡了怎麼可能這樣換 這裡教練的話可以餒 認真可以喔 我把兩個去年從自由市場裡面撈回來的球員呢 去把他換對方的主將級球員啊 並且最近其實也一直傳說這個Jordan Poole 呃實在是打得越來越沒有技能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直接來個撿肉 撿到我們是賺的好不好 只是我好奇一下 你能不能跟他直接換一個選優拳過來啊 有機會嗎 唉唷 你在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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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哇Isa Thomas你對我們紅的最大價值就是 交易出去換兩個手輪回來 哇他媽白嫖之鬼直接撞過來 謝謝 那今天光是這筆挑戰我就覺得非常的不錯 只是呢 我這邊可能需要再去自由市場裡面撈一個人過來 喔 Pieter歡迎在現在目前為止已經沒有人報價給他啦 哇等人圈到底也沒人報價欸 好這邊跟Gary Harris一樣一個報價看看 這樣子我們這個 有啦 這樣我們補充了我們2號位目前為止缺失的好不好 等到之後 Lamelo Poole回來 再加上Jordan Poole 這個換上組合的話應該至少是這個 攻強首弱 雖然這個組合看起來攻強首弱啊 但我自己覺得沒什麼關係啊 只要Ansoni Black有朝一日可以起得來的話 我們其實都是賺的 今年我們就直接來到基某 來看一下今年有沒有機會可以拼到基某賽吧 現在來到基某今年Darroth Garland是直接拿這個最有價值球員啊 哇 他進聯盟5年直接變成這個最有價值球員 這老實說真的是蠻佩服他的好不好 Vitembe Yama 主要新秀 推Rosea 主要第二人 新秀直接變成DPOY Darroth Garland 最有價值球員 OK 今年東區副加賽 有機會可以看到我們出現啦 但問題在於說 為什麼我們要打MEO 去攻攻隊啊 然後今年Lamelo Poole雖然是來到22分啊 但問題是Persentius跟我們Cartin Town 兩個人的戰績都下降了不少啊 結果Paul呢 勉強還行 勉強還行 反倒今年的驚奇是我們Sail Milton 場軍9點8分 3.1個冷板 3.7次助攻 其實他已經算是我們球隊裡面蠻重要的DL人了 那我們Ansoni Black就直接報銷啊 他要1到2個月之後才會回來 我們撐不到那個手 你知道嗎 今年不重要啦 我們就直接掛下去啦 我們不可能贏他們啊 他媽的贏了 他們因為Block Lopez不在啦 所以他們輸了 就算了 但他們三巨頭都在 哇我真的不懂 魔術隊的話就...不好說欸 POWERBANK現在目前為止也算是蠻強力的一個4-5號位了 看一下 我們出現了 這12年以來進了4次季度賽了好不好 多一次啦 今年索倫一定被淘汰 我們不可能贏7-6人隊啊 不可能吧 好不好 做不到的吧 繼續獨奶 繼續獨奶 看我們要老爸當總冠軍是不是 沒有沒有 我沒錯 第一輪過了 運氣 巧合 對方索倫尼克隊一定輸 輸爆那一種 絕對輸爆那一種 果然獨奶只能獨一次而已啦 不是啦 7-6人隊在輸什麼意思的呢 哈登MV Tobot Harris Telis Maxi 這些都看起來很正常啊 哇塞我們全員暴肿耶 Mark Williams 21分5籃板 還有4個主攻耶 喂 之後就是要重點培養他啦好不好 今年 最後總冠軍話 哇 拓荒者隊啊 怎麼想都想不到這個組合出來 最後啊 賽爾貼隊 拿下第18座 總冠軍恭喜 好 今天LeBroninger我們該退役啦 然後Chris Paul 然後威少這些球員要退役了是不是 OK啦 來今年我們的選秀順位的話 有第16順位 那麼在這個情因之下的話 我開始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 五千萬的 唐先生啦 真的是 不要跟我開玩笑啊 你就拿來只五千萬 我覺得綜合看起來 Michael Bratches 加上這個 Derefine Flaid Smith 這個組合其實是裡面最棒的 只是呢 這裡我不會再給你多加其他東西啊 來給你二輪 那這裡我可以給你 Devance Green Michael Bratches 再加上那個 Flaid Smith的話 我們其實不虧 我們這樣至少還省了一千多萬啦 好 今年 新秀簽約沒有我們的事情 然後Mark Williams已經快要成為我們球隊主將囉 我們在做完那筆交換之後 他現在會來到先發啊 不過我可能會收回我覺得他之前沒辦法打先發的一個言論 我覺得他要打不是不行 最重要的是在於說 他能不能有人跟他搭配啊 那老闆老婆今年不急的跟他報價 那這邊先跟這個Reeves 先做一筆報價 一千一百萬直接報給你 Reeves有機會來嗎 嗯 可以 弗倫隊這邊沒有跟進報價喔 那這邊可能是我們有機會可以拿下來喔 黃夢隊這邊報他一年三千三百多萬啊 其實差不多啦 這跟我預期的其實我也會這樣報啦好不好 那剩餘的人呢 可以開始想一下 Jordan Paul要不要交易掉 但不一定一定要做 接下來呢我有一個想法 Jordan Paul去換這個Tiler Hero 其實就熱火隊他們會換這個東西 我本身就覺得非常非常奇怪 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星級差的可不是一點半點啊 不過如果真的可以換到他的話 我們絕對絕對會超級進化好不好 你就看能不能 你就看能不能你多塞個選項拳給我啊 OK 用一個手輪換兩個手輪 然後Ti Jerome的話其實也是一個 我蠻希望可以得到一個球員啊 我只是把這個Dark Favors 把他換成他的話其實是還蠻賺的 我直接做這個挑戰吧 今天我在替補齊再補一個射手 我們這個Reeves Canard 好 這樣子的話我們球隊就全面的 補齊的最缺的缺口了 好的 可以看到我們的Lameo Bot來到92評分 Rotengues一樣87評分 Burchets來到87評分 然後Anson Black的話來要80啊 基本上大家都是成長的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大問題 那這裡呢我讓Burchets去打到4號位 Prosingas打回5號位 那Anson Black的話他會成為我們正中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3D型球員啊 你可以跟他長均1.44超級 還有3x5的3分級命中率 哇 這個搭配起來的話 看起來是無庸自己的強啊 那替補這裡的話 我們這個組合也是下下叫好不好 Austin Rivers Dorian Felismith Darion Sharp 加上這個Luke Crenard 當然還是有些要把他放在發展聯盟裡面的 Patrick Wallace跟我們的Kelbert Jones 那今天先直接來到季中 再看一下有沒有需要做任何的交易案吧 現在我們來到季中 34勝21敗 這個時候黃蜂隊所繳出來的一個戰績啊 現在我們來到分區第三名啦 喔寶貝起來了嗎 今天我們的Michael Bridges 直接戰到只有9.9分 哇賽 反正是我們Ansony Black 場均15.6分啊 哇球員全部被他們兩個後場組合給佔去了 你知道嗎 既然你現在打出來的戰績只有這樣子 那表示你們還不適合我們球隊 那這裡的話 我把Michael Bridges 加上Chris Debs Persingas 去換Yasset的combo 這邊其實我不是完全沒有任何道理去換這件事情 自從Broker Robbins 離開了公路隊之後 其實他們現在是有機會想要尋求 把整個球隊打掉重練的 所以這邊這兩個人的話 非常適合當作重建基石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可以換成 那這裡我們還有很多選用拳可以給他喔 各位有沒有記得我在前面 做非常多筆關於選用拳交易啊 這邊就要回收我們的成果啦 這邊看起來還是不行啦 所以看起來是要把選用拳換成更強的選用拳啦 我把這裡兩個自家選用拳都換出去 好他同意了 那這裡我們再嘗試一次 這次我們有很多選用拳 OK 直接給他達成下去 字母哥的到來啊 直接幫我們把所有問題全部解決啦 這裡我把Anthony Black去拉到4號位 然後並且Yas & Sucombo去打5號位 這裡我們就把3號位再增強一點點的 我們這整個球隊就變得超級強了 最後看起來呢 是Arsene Reeves再加了Luke Knott 去換Jimmy Grant加了Robert Carvington 這個組合最重要最重要是在說 我可能會把Anthony Black拉回3號位 但Jimmy Grant拉到4號位 這樣的組合的話我們就會完全無敵了 題題今年就一句話 直衝總冠軍 我們就直接摸給各位看一下吧 現在來到題目 今年Vitwin貝亞馬在新秀 第二年就直接變成最有家的球員 Metal Spursley最佳新秀 Lunzobot最佳敵的人 Vitwin貝亞馬最佳新秀 Germus Weissman最佳新秀 他現在有場軍10個籃板了 那今年的話我們直接進入到分區第4名 那這裡的話我們就稍微做個辯證啦 我們把Marble Wales拉到先發 那剃補的話就給Jimmy Grant 這樣打黃色隊的話就可謂一點問題都沒有啦 我們的內線是夠硬的 那首輪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 1-0 2-0 這真的是無庸置疑的直接碾牙好不好 3-1 OK 3-2 4-2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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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鷹隊你居然是2K之子 你只要沒有Click Cappella 你基本上也沒辦法幹什麼好不好 那麼接下來的話就是這個東區第一名啦 哇這個就真的是彗星撞地球啦 他們好強喔我的媽 但老實說我們陣容真的也沒有讓到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今年東區總決賽前哨戰 應該就是在我們這邊好不好 來看一下1-0 1-1 2-1 3-5 喔呦可以捏有機會 來模擬一下 這場比賽一旦過下去之後的話 哇那看起來這整個球隊就沒有什麼對手啦 喔最後的4分鐘我們稍微看一下吧 狂風對於騎士目前為止的話 來到騎士賽第五戰 那現在可以看到騎士隊的話 直接打開來這個 送頭無曉啊 絕對不是死亡無曉 是送頭無曉啊 你可以看到場上什麼 這個多大咪球打5號位啊 什麼Darrox Garland啊 Cone Hensley這些球人 哇現在在整個球隊裡面 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超過6尺6吋啊 哇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奇葩的一個組合啊 來看一下Tilent Hero拿下籃板之後 在上的什麼是沒有進 Natal這邊給Cone Hensley 在外線拉回來給Natal 這個上面就出手是沒有進的 來你一下 喔呦Cone Hensley拿回籃板了耶 你前面有Yanset的combo 居然有辦法拿下來 真的是想不到 好 跳了一個 Lamable 可以啊 他們久近 好那場邊剛剛也可以看到 Occoro啊 那個Evon Mobley 跟George Allen 三個人都要回來了 好 藍底下這邊直接殺進去 想要一個犯規 Lamable 這邊面對Evon Mobley 看一下沒什麼機會啊 Mark Willis 在等待這個戰術跑位 藍底下 再拉出來 回給互頂位置 George Grant 身材上有點小優勢啊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點進去 來一下一個 非常狼狽的上籃 但是這球是沒有進的 來 迷球 一個切入籃下 那個Ti Hero完全守住了 藍底下直接火鍋送給他 哇真的是 迷球怎麼變這樣子 打了什麼東西 Ti Hero 喔插安去了 再回底角 Mark Willis是沒有上籃球的能力的 剛剛那個傳球有點可惜啦 Dim Grant 這邊一個擋拆 籃下 哎呀 傳球的傳太慢啦 這邊直接被試破 Garras Garland 在防御線上 看起來應該是要給這個Domamichel 然後幫忙做個小擋拆 外線上面就出手 是沒有進的 拿回籃板之後 直接帶球到前場 場上現在目前我只算是三大男那個組合啦 好 Lambo 這邊這個雙人擋拆之後 來 Jerry Grant上面就出手 啾 Michel在目前的最後一分半左右的話 是處於這個涼涼狀態啊 好 墊步往後 再傳給內線 Jert Allen 充分地展現自己身為球隊主將的這個全球視野啊 好 Lambo在這邊直接插進去啦 這沒什麼大問題啊 身材優勢啊 然後並且剛才有點防守失位的狀態 目前雙方的話是三分差距 其實都還算有機會的 Lambo 直接一個擋拆 然後你下 喔 直接關門了 籃一下有 Jermyn Grant直接抄解了這球 Lambo 再給空洞 Jerry 哇那一球是什麼東西 哇這輩子有傳的空洞 有任何一個人用空中接的方式 空中旋轉360度進這一球 哇 那真的太誇張了 我剛剛從來沒有想過有這種球會發生啊 Lambo 殺到籃底下 電波往後拉 中距離跳投 一球也被干擾到 好 字母哥 就直接拿到籃板之後 就可能前面先做個犯規啊 齊瑞這邊 再怎麼犯也沒什麼機會了啦 兩包夾 啊 敵角 TerryHero輕輕鬆鬆啊 看都不用看啊 不是 最後就沒有進 空洞出手也割了 好一個廢運 Mbo拉回 TerryHero直接選了少爛得分 這兩罰都進 來看騎士隊選擇 多一點位置 Dark Scarlet 跳個擋拆 拉回 在內切 電波往後中距離跳投 不能用身材又是守住啦 那這邊字母哥又繼續來發球 兩罰都進的情況下的話 那最後的話 我們是以108比101的姿態啊 贏下了這個西列賽 並且 哎呀 成功晉級到下一輪啊 我這個組合我認真想不到 我該怎麼出好不好 那今天克里范其實對所有球員基本上表現都還算不錯 但沒有辦法 奈何我們可是有這樣的一個三人組合啊 我來講一個影戰的啊 這個組合如果去打08年的西亞提克隊三巨頭的話 我覺得不會輸 那今天奧蘭多魔術隊的話 哇他們有很多全明星耶 Anson Edwards Brennan Miller Paul Benkeo 還有這個Wendell Carter 哇這真的是不誇張的耶 好不好 這邊要看有沒有機會直接過下去 OK啦好不好 東西區最強球隊 黃隊這邊要來對決達斯獨行俠隊啊 我覺得這個不好打喔 一起來看一下 1比0 2比0 3比0 謝謝 欸沒有沒有 謝謝 欸恭喜 第一次的總冠軍到手囉 今天 Lamelo Ball拿到最後的FNP 長軍23.6分 5.6個籃板 12次的助攻 1.8次的超限 外在2成8的三球命重力 只要Terry Hero能夠幫助到他 得下更多傷球的話 其實他整個球隊的進攻所的話 是非常多元的 並且還有長軍12次的助攻啊 有時候自己我都佩服自己 這個交易球員的能力了好不好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感謝各位接受到我的頻道 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我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我們對方在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讓熱愛籃球的你 每天都可以獲得娛樂喔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